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目前所需要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再一个方面 我觉得欧洲的古典音乐市场 在目前的这十年以内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也希望自己能去开阔自己的眼界 去多去其他国家去闯一闯 你说的这个比较大的意思 是和美国做比较吗 还是 是 主要是跟美国做比较和 跟亚洲的音乐市场也可以去做一下比较 就是音乐市场和每个地方的文化 是不太一样的 只是有直接关系的 欧洲是一个古典音乐的发源地 然后每一个国家就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比如说贝多芬他的音乐是由德国文化影响的 比如说德标西拉威尔他的音乐是由法国文化影响的 然后比如说威尔蒂 普希尼这些作家 是由意大利文化所影响 包括肖邦是由波兰还有东欧文化影响的 诸如此类 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真正去理解这些大师们的精髓 我觉得还是需要去经历一下他们的文化 文化熏陶 我觉得这样对我对他们的音乐理解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也是因为你接受的是美国这边 古典音乐界的最高学府的这种音乐教育 可能对于你来说 在这边拜了名师之后 换一个地方可能会说会有不一样的这种增进和收获 因为毕竟美国的音乐教育和欧洲 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区别 是的 我觉得尤其在纽约这个城市 音乐教育会比较intense 就用音乐来讲就是很intense一点 就是会让你去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去磨练自己 不断地去跟周围的伟大的音乐家们 你的同学或者是教授 因为周边有太多的很杰出的音乐家在你身边 所以你会受到他们的影响 你会受到他们的激励 然后也会更多去刺激一下你的动力去工作 但是欧洲的话会比较自由一些 欧洲的话你会更多地有自己的空间去思考 更多会有自己的很独立的空间去安排生活的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然后对于音乐的更深一层领悟会有更大的帮助一些 其实你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为 其实怎么说呢 就不单单是音乐方面 其实其他方面 纽约的这种节奏也是非常快的 因为世界各地的人才聚集在这里 每一个专业每一个行业 你都会觉得身边不断地有这种顶尖的人才加入 然后有不停的新信息在刺激着你 然后你想要不停地快马加鞭地去追赶 对 是这样的 我知道马上要在朱利亚音乐学院开你的毕业音乐会了 对 跟我们介绍一下大概多长时间会呈现哪些作品 好的 我的毕业音乐会是将会在下周五 也就是纽约时间的12月14号晚上8点钟 在朱利亚音乐学院的 The Julia School的Morse Hall Morse音乐厅 对 来举办 然后这场音乐会的主题 是我自己亲自设计的 它的这个主题是幻想系列 就是所有的作品都是跟幻想有关系的 所以说我会演奏四个不同作曲家写的幻想曲 其中有门大尔松的幻想曲 舒伯特的流浪者幻想曲 然后斯克里亚宾的幻想奏名曲 然后最后一首是舒曼的幻想小品集 对 也是我这场音乐会最为重视的一首曲目 因为这首曲子是一首套曲 它的这个套曲的最后一首小品 叫做最后的歌曲 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对我来说 呈现给同学 老师 包括整个学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答复 刚刚我们有说 从2010年到现在 你已经来纽约留学有八年的时间了 那从这个最早的 朱利安音乐学院的附中到本科 你觉得你自己的这种 比如说音乐上啊 或者是这种观念上啊 发生了哪些变化 首先我在那个铺中的时候 我适从的是 Marty Ricardio 他是一个非常欧洲学派的老师 他的话 他带给我的是一些非常 传统和严谨的 对音乐作品的认识 就比如说 如何去看谱啊 如何去 大量的扩充自己的曲目 和对于不同风格作品的认知 这方面他帮助了很多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 也是也比较热爱音乐 然后尤其是年龄比较小 比较稚嫩 然后比较有那种冲动和热情 所以说当时我也是 学习了很多作品 然后对于 我对音乐知识的认识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当然上了大学之后呢 更多的是 学习到的是 我上了大学之后 跟了教授是Robert McDonough 对他也是 克里斯音乐学院的 钢琴系主任 然后他也在 朱利亚音乐学院任教 然后我跟他学到 最多的东西是 如何塑造一个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 成功的演奏家 就是当一个演奏家 是需要很多条件的 比如说 不仅仅是 对音乐的 音乐知识的认识 包括对于 舞台的掌控 包括气场 包括技术方面 或者是 如何练琴这方面 我觉得是 对我来说 帮助非常大的 就是 因为练琴的时候 就像自己给自己看病一样 就像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一样 很多时候 更多的是要自己 当自己的老师 而不是真的要去 靠别人来教你 对 我觉得这个是 当一个成熟的演奏家 很需要 很具备的一个因素 就是你弹完之后 你自己就能够发现 自己的 比如说刚刚弹奏的 弱点在哪里 对 比较好的是那些方面 对 哪些方面还有不足 其实我 我觉得 自己上腹中 上预科 上大学 自己的心理状态 最大的不同 其实是我上预科的时候 练琴的时候 我总会觉得自己 把自己 所有的精力和能量 都投入在了音乐里面 就在练琴的时候 但其实这个是 有一点点小问题的 因为如果投入进去的话 你会 你的感性成分 占了百分之一百 但是理性成分 就是几乎是零 如果没有理性成分的话 你是发现不了 自己的问题的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 就是上大学之后 我会有时候尝试自己去 把自己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理性 一部分是感性 我觉得理性那部分 我在练琴的时候 我一定要站在理性那部分 来看自己感性这部分 然后以另外一个视角 来分析自己演奏中的 问题 然后去分析 然后再去解答这样 那到了舞台上 就全情投入 舞台上就不会去想 任何多余的问题了 因为你到了美国之后 其实也参加了很多 这个重要的钢琴比赛 那我知道其实 像这种参赛的经历 在你很小的时候就有 而且也在不少的 这个青少年的 国际大赛当中 拿了大奖 那你跟我们说说 来了美国之后 你参加了哪些比赛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这些大赛当中的 这种经历和感触 对 其实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比赛 并不是我 我有获奖的比赛 因为我觉得 对我来说 意义非常重大的两个比赛 是一个是 肖邦国际冠军比赛 一个是 利兹国际冠军比赛 肖邦国际冠军比赛 是大家众所周知 是李云迪 2000年10月份 获得了第一名 他也是史上第一个中国人 拿了这个比赛的金奖 然后自从他拿了金奖之后 他的获奖 对于下一代的音乐家 下一代年轻音乐家们 是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对 所以说也是 对我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梦想 去经历一下这个大赛 所以当时我 也是非常 认真的去准备它 但是之后 我并没有获奖 而且我并没有进入决赛 到最后 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过程 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我觉得 如果 要去准备一个 这样大的比赛 我觉得 还是需要 很多的精力和能量 你准备了多长时间 我准备了 不到一年吧 听说这样的比赛 好像是要准备一两年 需要 需要 不仅是 曲目上准备 而且你的心理状态 也要准备得非常好 因为这样的国际大赛 首先它需要 要求你 去具备一个 非常强大的心理素质 然后 不仅需要 很沉稳的 成熟的台风 而且需要非常 就像我之前所提到过的 正确的练琴方式 会影响一个 演奏家在舞台上 给观众呈现的东西 对 如果说是你 练琴的方式 有一些问题 观众的反馈 就不会 会那么的成功 因为 音乐或多或少 会给大家 带来一些不舒服的 感觉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如何练琴这个东西 是我学到最多的东西 通过这个大赛 对 那在你看来 就是参加这样大赛的 意义在哪里 如果说你需要花 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参加这样的大赛 那你的投入和产出 是否能够成正比 尤其是在 没有拿奖的情况下 因为我想没有拿奖 是大多数情况 而且没有拿奖 并不能说明 你就不如第一名优秀 只不过是说 临场发挥等种种因素 他在那一刻 做得比别人好 是 这个我是非常同意的 因为我觉得 即便是很伟大的音乐家 在上台的时候 都会非常紧张 Maurie Pariah 她是当今 最结束的钢琴家之一 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当我在一个教堂 演奏一场音乐会的时候 我会觉得自己 就像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我可以自由发挥 可以自由在音乐的海洋中遨游 但是如果她在 柏林爱乐大厅弹奏 一场音乐会 她就会觉得 她的音乐不再自由 她的音乐 她就像全身上下都 被上了枷锁一样 无法动弹 这样的话是绝对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觉得 一个音乐家需要 承担很多压力 因为她们需要呈现 非常完美的音乐 带给听众 对 所以我觉得 临场发挥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因素 好 这样我们把更多话题 留到下半段再说 因为是今天的关系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女友会合室 那宇冲 之前你跟我们说过了 你参加这个 肖邦钢琴大赛的经历 但是那个时候 其实你只有19岁 可以说是 我们说是一个 正在上升的阶段 表演在你看来 可能现在回过头看过去 也是觉得比较稚嫩 对吧 是的 那如果你今年才23 那肖邦钢琴大赛 等一系列这样 同等级的赛事 好像30岁以下 有些是35岁以下 都是可以参加的 对不对 是的 那以后有这样的机会 你是不是还愿意 再接受这样的挑战 当然 比赛会成为你的一个常态吗 在你看来以后 当然会 其实我觉得 我会参加很多的比赛 但是我其实并没有把比赛 当做一种竞争 或者是想要通过它 谋取一些什么样的利益 其实我个人是 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 因为我觉得比赛 它的本身实际上是很有趣的 但是它的过程 实际上是更有意义的 因为它准备 准备这些大赛的过程 可以让你自己去磨练自己 通过自己 去 就音乐中 用音乐中的话来讲 就是 find your own voice 就是通过这个练习的过程中 找到你属于自己的风格 属于自己的语言 属于自己的声音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过程 那跟我们说说 刚刚过去的这个 利次钢琴大赛 对 利次钢琴大赛是 今年9月份刚刚结束的 然后我当时进入了半决赛 也就是前十名 然后很可惜没有进入决赛 但是他们也颁发给我的一个室内乐演奏奖 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 对自己 这方面还是抱有积极的态度和肯定的态度 是永远在进行的一件事情 永远不会停止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 怎么说呢 这个表演艺术 它其实更多的 我不能说它是熟练工种 但是它跟这种熟练 有很大的关系 尤其是你面对观众 像我们就是面对镜头 你的这种自然度 包括你是不是觉得 当你有了很丰富的经验之后 你会觉得 自己就好像在这种比赛场上 或者是面对观众的时候 你的状态和你平时在练琴的时候 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个可能就说明 你已经很适应这样的环境了 其实这个是需要不断地去精力 去磨练 我相信表演 这个钢琴演奏家更是这样 当你经常上台的时候 可能每一天的舞台就是你练习场 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钢琴家 毕竟在于少数 朗朗可以算是其中之一 每天都在弹 对 其实我的梦想并不是那样的 其实与其相反 我觉得自己的梦想是 不需要弹那么多场音乐会的 为什么 因为很累是吗 也不是 我其实会比较希望自己 能够很用心地去准备 每一场音乐会 这样的话 节奏慢一点 对 节奏稍微慢一点 然后即便我觉得上台会紧张 我都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我觉得 没有了紧张这种情绪 很多东西是被激发不出来的 对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对 那你跟我们说说 就是你的这个钢琴梦 是从什么时候 怎样的一个情况下 开始发芽的 我的钢琴梦 其实算是从小 从小 四岁开始学琴 然后我爸 学琴跟父母有关系吗 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爸妈妈都是唱歌的 对 他们都是音乐学员毕业的学生 然后我爸爸是唱通俗的 然后我妈妈是唱民族和美声 对 所以是有一定关系的 然后一开始他们 也是引导我去弹了钢琴 然后慢慢的 一开始也只是 作为一个兴趣爱好 但是慢慢的之后 发现自己可以完成一些 比同龄人可以完成更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自己 这方面我父母也是比较支持我 所以说也是人力物力财力 都是全部投入 所以我也很感激他们 能够对我有这样的支持 当时是在这个沈阳音乐学院 不是在西安音乐学院 西安 对 对不起我记错了 我是西安人 然后我从小也是在西安长大 然后初中的时候 我考虑了西安音乐学院的付出 然后上三年之后来了美国 对 那比如说当你决定要开始走 这样的专业道路的时候 你自己有没有犹豫 或者说父母有没有犹豫 因为他们是做 他们应该说在这方面是前辈 有这样的经验 对 其实他们很知道 尤其是这种表演艺术 它是需要机遇的 除了实力之外 当然 但是这种机遇呢 可以说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少 也很难得 对 首先我觉得我自己的思想也是 很大意义上的受我爸妈妈的影响 他们俩都是非常纯粹的音乐家 所以他们对我的要求实际上是 从音乐中找到快乐 并不一定需要 以后成为一个多么有名 多么杰出的音乐家 但是只要从音乐中找到快乐 找到自己在音乐中的价值 这就够了 对 所以这也是你给自己定的 这个音乐方面的目标 是的 那你之前有跟我们说 说完成美国的学业之后 你的目光 目标 或者说是这个决定 前进的方向是在欧洲 那你有选定是哪个城市 什么样的学校吗 对 因为我的性格比较随性 我觉得 这都没有想过吗 我其实是想过两三个地方的 但是最终我应该是会在 伦敦或者巴黎 这两个地方会选择其中之一 巴黎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很喜欢法国音乐的 我有很多很喜欢的作曲家 像德巴西拉威尔 Bray 还有Frank 他们曾经都是在巴黎学习过的 在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 和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 学习过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 需要还是需要一个传承 如果我真的想去更多的 对这些作曲家 有一些更深的了解的话 我觉得还是自己需要 在那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 那你有没有想过 就因为我们经常 现在都会讲这个 青年音乐人才的一个出路的问题 尤其是钢琴嘛 对 对吧 然后想要成为这个钢琴演奏家 其实好像比学其他的乐器更难 当然是这样的 对 因为学钢琴的人比较多 对 而且表演的机会更少 更少 对 他还没有这个 比如说乐团这样的 其他的管弦业这样的优势 对 但是学钢琴的人 其实无非就是两个出路吧 如果弹到出路的话 第一个就是职业演奏家 或者是 另外一个出路就是 或者是教育家 对 当一个钢琴老师 对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这两个出路是非常不同的 对 因为我觉得 当一个演奏家 首先你需要教自己 但是如果说是 去当一个教育家 你需要通过 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情况 你要对症下药 对 所以我觉得 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思路 对 但是我个人的话 我是 我觉得两种方案都是可以实行的 但是我具体选择 走哪一条路 我觉得还是需要 时间来告诉我们答案 因为现在毕竟还年轻 对不对 是 读完了研究生 还可以有博士 还是可以再念一念 那个 再说吧 现在没有想法 现在还没有想过 对 那照你看来 因为我知道 现在朱利安音乐学员 或者是其他的 这种美国顶级的音乐院校里面 有非常多的亚裔 是的 华裔当然也很多 那在这些 就是我们说 这个亚裔群体的 这个对于音乐的这种 追求也好 或者是梦想的这种 去实现也好 你觉得和这个西方人 他们有不同的地方吗 实际上我觉得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毕竟文化背景是有一些差异的 不同的地方也会有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大家对于音乐的热爱应该都不是假的 对 但是亚裔的话 首先 我们并没有从小就被西方音乐熏陶 你四岁就弹了 你还说没有 我说的是 可能我的意思是西方艺术文化 对 这个背景 对 因为首先 比如说美国的话 美国也是有宗教文化 有基督教文化 在欧洲的话 就会有很多多元化的东西存在 所以说 西方的人 他们会 从小就会受到这样的熏陶 但是咱们中国的话 从小受到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韩国 日本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熏陶 所以说我觉得 大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渴求 是更强烈一些的 对 在后期的话 对 所以我觉得 对于亚裔来说 学音乐学得越久 会对音乐有更大的热情 对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真的 对 就是越学到后面越觉得喜欢 对 实际上 白人的话 他会慢慢地走一个下坡的趋势 对 他选音乐的人会越来越少 对 但是一提到白人的话 我就特别觉得 在美国的 受过教育的白人 和在欧洲受过教育的白人 还是不一样的 说说这种不一样 这种不同就是 因为在美国 美国的文化 很 比较提倡 hip hop和jazz 还有 American folk 就是会 是不是很多这种 比如说原来学古典钢琴的 最后都慢慢就走到 这什么爵士乐呀 或者是流行乐呀 美国对于音乐的视角 还是比较往前看的 还是比较当代的 对 但是欧洲的话会比较 传统一些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本质的文化背景 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其实在你的观念当中 你是比较喜欢 传统的这种古典音乐 我其实并不排斥两者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只是艺术种类不太一样 对 但我觉得我是 我个人的话可能会 我的性格和我自己的喜好 可能会偏向古典音乐一些 但是我同时也很尊敬 美国的音乐文化 和艺术文化 你之前一直在提文化这个问题 尤其是西方的人文科学方面的 文化底蕴 对一个音乐家的影响 那就像你刚才说的 作为亚裔学生 可能从小不是在这样的一块 文化土壤里面成长起来的 对 那像这样的文化影响 对于一个音乐家 我们说 比如说他要走上一个 更高的一个舞台 或者说他真的要在 这个西方比较主流的乐团 或者是一个位置 去实现他的音乐生涯的话 这样的文化 熏陶的缺陷 会成为他的一个弱点吗 我觉得并不会 我觉得实际上 那么多岁 Eckert的音乐